臺州的龍井龍崩國小剛剛稍早在九點十七分的時候 陳柏偉已經來到了現場 那麼接下來他將會在這個投開票所先投票之後再接受聯法 那麼事實上在龍井這個地方是他戶籍登記的地方 因此他會來到這裡進行投票 不過剛剛稍早不只他一個人 還包括了台灣基進黨的這個目標 陪同他一起來到這個投開票所 目前已經知道的是陳柏偉是先來到這個地方進行投票的情況 不過剛剛稍早在投開票所的這個現場 其實是有這個排隊的情況發生 但是剛剛稍早在這個八點開始投票的時候 這現場的人數就已經開始進行了這個投票的消化 那麼陳柏偉是在這個投開票所開啟的一個多小時之後 來到了這個現場 那麼剛剛稍早其實陳柏偉還沒有接受訪問 不過可以看得出來他在行進的過程當中 他的腳還是有些的不舒服 那麼剛剛幕僚有透露說 他昨天晚上在晚會結束之後 其實陳柏偉就已經立刻休息了 並沒有再做任何的會議 那麼陳柏偉今天早上一早來到這個投開票所 來進行投票的時候 剛剛稍後在完成投票的時候 是不是會有任何的談話 那麼三例新聞將會持續來帶您關心 再把時間鏡頭交還給棚內主播 今天台中第二選區的罷免公投 那麼畫面上的兩端 除了左側我們看到 這是當事人陳柏偉今天在龍井的來投票 那麼另外 不過陳柏偉在這個行進的過程當中 其實從龍鋒國小的門口 走到這個投開票所大概一二十公尺左右的時間 不過在現場採訪的媒體非常的多 包括台中在地的記者之外 另外還有台北南下來採訪他的這個記者 那麼現在可以看到其實陳柏偉 是帶著他的這個證件 陳柏偉其實是帶著他的這個身份證的文件 其實是來到投開票所持續的等待當中 那我們現在可以知道 其實陳柏偉他自己在這個戶籍地投票的情況 因為他的選區是台中的殺戮 大渡烏日跟霧峰還有烏日 那現在目前可以看到其實陳柏偉在這個龍井的這個地方來進行投票的時候 其實可以知道他的戶籍是設在龍井這個地方 那麼剛剛稍早第一時間來到這個龍鋒國小的投開票所的時候 其實我們在現場觀察 在台中目前的天氣其實是算滿涼爽的 那陳柏偉來到這裡之前 其實這個台灣激進黨的幕僚都已經先就位來到這裡等待他 那麼接下來陳柏偉在9點18分抵達了投開票所之後 接下來就會進到這個投開票所裡面來進行投票 我們現在可以看到陳柏偉其實是已經進到了這個投開票所裡頭 他是在台中市的這個258個投開票所當中的第107個投開票所 陳柏偉進入到這個投開票所之後呢 他將完成這一次罷免公投案的一個表態 但是對於他後續的這個聯防的時候 會有什麼樣的一個談話也很值得大家來關心 現在目前可以看到陳柏偉是已經進到了這個現場裡面來進行投票 那麼包括了在現場投票的民眾之外 另外還有關注的媒體 其實是把整個投開票所給圍起來了 因為人非常的多 那麼現在呢 持續在投票的過程當中 其實我們也可以知道這一次的公投罷免案 在台中第二選區 這個地方其實引起了全國的關注 那麼這一次呢 陳柏偉的這個投開票的情況 在今天下午的4點鐘就會有開始陸續揭曉的情況 不過我現在可以看到陳柏偉還在持續的在投開票所裡面 來進行投票當中 那麼稍後呢他在完成投票之後 會離開投開票所在這個龍峰國小的校園廣場上接受媒體的聯合採訪 那麼提到了剛剛稍早有詢問了幕僚 其實陳柏偉的這個團隊有說 如果在昨天第一時間這晚會結束的時候呢 他們就趕快讓陳柏偉來進行休息 那麼現在目前可以看到呢 他在9點16分17分左右抵達龍峰國小的時候 其實看得出來還是相當的疲憊的 不過陳柏偉呢 還是在這個採訪的過程當中 移動的過程當中 他還是不斷的提醒媒體 因為大家的這個症狀其實非常的大 在現場至少目測有二三十名的記者 都持續的在關注他 那麼稍後呢 這個陳柏偉投完票之後 陳柏偉在投完票之後呢 將接受媒體的聯合採訪 那麼在現場如果持續的最新情況 將帶您來關心主播